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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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疫情发生以来 你有没有遇到过一些 受到疫情感染的孩子 情况怎么样?后来有没有自好? 我有一个病人他9岁 他有头痛 然后后来有 有不能闻 闻到的东西的时候 都是闻起来像油的味道 很久大概几个礼拜都是 闻不到 只有油的味道 闻东西的时候只闻到油 他是科幻内心的患者吗? 对 后来要多长时间 才能有没有治愈 后来几个礼拜以后 就治愈 就好了 是通过什么方法来治好病? 就是时间 要休息 后来他就过了时间 他的身体自己 现在他检测 有没有阴性还是阳性 他检测 他检测 他检测以后情况怎么样? 你是说 他检测 他检测 他检测一次 他检测一次 他检测的时候是正常的 后来他没有重检测 就不需要吃药 不需要做什么事情 在家休息 他就在他自己的房间隔离 隔离 后来过几个礼拜 就自己好 就是睡觉 喝水 然后补身体 像吃 吃很多营养的食物 那么他现在的身体有抗体吗? 大概有抗体 不知道会 他们现在不知道抗体 会多久 对 他们是说 如果打针的话 抗体大概会 一年 一年 那么孩子的父母 是不是家人传染给他 还是怎么样传染到他有这个病 平常都是家人内传染到 因为要有很 close contact 比较容易传染到 因为这个孩子的父母有没有 也有 他们也有 他们也需要隔离 然后 休息就好 还有一个病人 他是两岁 他的父母也得到 因为有一个是在医院工作 他发烧 他发烧 可是除了发烧 然后像一些 瘤鼻血 瘤鼻涕 那些 不太舒服 只有 比较轻微的症状 过了一个礼拜就好了 嗯 那么现在疫情情况下 你游车孩子啊 父母都在外面工作 嗯 孩子他去Kidkart等 你建议他去幼儿园呢 这是要看 每个situation不一样 要看 你们觉得像 如果你跟很多老人住的话 然后跟爷爷奶奶住 有 有 高风险的患者 高风险 对 人住的话 那你大概就不会想 像我的小孩 现在是在小儿科 在幼儿园 有几次 他的同学得到 然后 或者他的老师 他自己没有 可是他 有 接触的人 接触的人 有的话 那他们也 就 要 隔离 然后 也比较危险 然后我们就后来也不能 带他去上学 那么你现在小孩 就没办法去上学了 有一个月不能 没去 因为 他的同学有 然后后来 现在 可以去了 你会担心吗 因为本身你是义务工作者 你的小孩又很小 多大你的小孩 两岁 女儿是吗 儿子 二岁 那么你会担心 自己万一会感染到 会传给他吗 我想大概 他比较会传给我 我比较担心 他得到 然后传给我 因为在工作的时候 我也不在医院工作 没有看到很多有新冠病毒的患者 我看到的人 大约都是健康的小孩 所以 也 我觉得 我 我比较不会担心 我觉得 他比较容易 因为他小孩 他不知道要 跟别人 社交距离 对 他们都要戴口罩 规定 在室内的时候都戴口罩 可是他们 是小孩 所以也不知道要 卫生习惯 那些 说到戴口罩 有些小孩子不喜欢戴 不乱戴 怎么办 你怎么样 有些建议呢 给家长 我的小孩也本来 不喜欢戴 他现在比较 愿意 因为他看到别的小孩都戴 然后 就是 他在学校 他很 cooperative 他很 愿意戴 我知道 有些人 就是说 他就 他就肯戴 保护了爷爷来了 对 对 嗯 嗯 对 刚才一些营养的子郎 他是最新的联邦指引吗 还是 2021年 联邦政府农业部 发布的消息吗 这些 这些都是 半年以前 大概都有的 是哪里来的 就是 有一个医生 也是小儿科医生 他 比较 他做很多 holistic medicine 这些都是从 不同的研究的 research papers 增强免疫力的一些 医生 也是 都是特别是 讲covid-19的 因为特别 谈到一些糖的问题 因为糖 吃太多 会降低人的免疫力 嗯 对 那是很重要 就是 要 避免吃 那么小孩子 打那个疫苗 以 用来 有没有副作用呢 现在他们 是 是怎么 现在他们不建议小孩打疫苗 因为他们没有做 我不想建议说可以 维他命D有帮助 可是小孩也 如果吃太多 太多的维他命D的话 也会 overdose 因为是一个fat soluble的维他命D 所以 我觉得就是 嗯 小孩的话就是 休息 喝水 像普通的 感染 那些方法 嗯 小孩 嗯 他们得到这个都 比较 轻微的症状 所以 可以 就 我们都比较安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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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